左右晃得厉害 这是位在上海中心大厦 125楼的阻尼器 世界最大重达1000吨 都因杜苏瑞台风摇摇晃晃 雨大 风墙 被陆美封为1940年以来 登陆福建的第二墙台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这一棵 超过40厘米直径的行道树 是被连根拔起 并且直接是压到了 泉州市的一个主干道 当时台风是把一个 十多米的钢梁吹弯成了45度角 现在它和其他的一些铁皮 是悬挂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不止树木连工程铁皮都能被掀开 根据官方数据 福建因为台风杜苏瑞 部分地区山洪爆发 全省超过72万人受灾 不过台风过境之后 福建漳州沿海 出现大片被吹来的生蚝 当地人忙着趁机捡好料 杜苏瑞离开福建 持续北上在山东济南造成暴雨 直到淹水成河深度极西 31日我省的西部中部地区 将出现比较大的降水 累计降水量将达到100到150毫米 台风已减弱 仍影响中国大陆 官方紧急拨款2.9亿人民币 约合12亿台币投入救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参加松均台湾 优优独合 启 拍优独合 准 误